国民党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珍 24号现身地院 一旁陪同的律师手拿诉状 要状告民进党南投现议员沈素贞 面对林明珍大动作提告 沈素贞也出面反击 豪宅上面的金额 无论是你的支配款 头期款 贷款金额 一栋两栋还是几栋 这些东西我们提出质疑 是有凭有据的 绿莹也拿出资料质疑 林明珍任内除了去中国次数高达84次 还有到其他欧美日本等国家考察 总出国次数共有133次 横跨澳洲亚洲还有美洲 花费数千万元的公帑 包括你的所有出国的考察报告 电子的全文全部都是乱码 民进党甚至指出 到县府网站要查询出国考察报告 却是乱码莫非隐瞒 实测县府官网考察报告点开通通变乱码 县府则解释是系统突然坏掉 至于今天为什么出现乱码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再请天脑厂商来查明清楚 紧急修复后系统恢复正常 检视林明珍2019年赴中国考察报告 其中太太也自费前往 除了与地方官员民间团体会面外 也参访当地景点 眺望长江与当地市长大旦杀锅鱼头 我们县政府每年也都有编了出国的经会 就是就是合法的 林明珍强调出国考察都合法编列预算 经议会同意 都是为了推广难投 有时候是县府人员前往 他没亲自去 不过县府人员包含他 总共出国一百多次的平凡 和实际绩效之间的关联 见仁见智 三线线吴云南投报道